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多少不速之客光速驾到 微软最新年度数位防御报告指出 世界各国被骇客攻击的热区 欧洲以乌克兰受害最深 中东则是以色列居首 亚太地区以韩国最多 台湾紧追第二 报告中指出 中国扩大间谍活动和攻击规模勤搜 目标之重包括台湾 窃取资讯 秘密监视通讯 或是操纵人们的阅读内容 操作手法在数十个平台上 部署了庞大的协同账号网路 隐秘幽为地进行政治宣传 让人最难分辨的是人头假账号 现在一点都不假 像是这个社群账号呢 没有本人的头像 没有任何贴文 却是有几千名的粉丝 粉丝们看起来还都很有一回事 似是而非 更容易在网路搬弄是非 但是现在因为有AI 但是不是AI的关系 它事实上包含整个人的面向 都是完全被建立的全新的 这事实上可能独一无二的一个人的样貌 然后在本身的这个状态 我也要建立它的新度 也会去生成它看官的一些贴文 那它感觉上就像一个真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人的色情都好 那这个事实上也加深了整个这个 要抓这所谓的网军 尤其是境外的这种网军的困难度 子弹专家表示 现在人工智慧AI成了双面刃 过去网路攻击账号呢 是盗用图像 现在是深沉图像 这个人的长相 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独一无二 却让假讯息接二连三 从此眼见不一定为真